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的话呢 各位带来一个FC的经典游戏啊 魔鬼总动员 相信呢 你家只要有这个小包玩戏机 那么呢 这款游戏呢 你应该都玩过 是吧 今天呢 带来的呢 是一个来自于咱们的神秘大神啊 打的一个这个魔鬼总动员的一个速通啊 速通 非常的快速啊 好 咱们来看看这个游戏啊 这个游戏的话呢 一共两个按键 一个这个A键出刀啊 就是 卡那个半月形的那一滑 刚才就是 然后呢 跳键呢 就是啊 B键呢 就是跳键 然后呢 这个游戏呢 有二段跳啊 可以呢 A两个B在空中呢 形成一个这个左脚踩右脚 这样的一个体操的方式啊 最后呢 这个游戏呢 通关并不难啊 但是呢 这个游戏呢 想做到速通啊 或者说呢 哪个游戏啊 想做到速通 它都不容易 OK 咱们这里呢 来到了这个第一关 这个boss之前的画面 这个位置呢 使劲往前冲啊 借助这个大鞋鞋 一直跑 速度加到一定程度 人物闪光 全神无敌 可以挺怪 是吧 这个是 这个叫什么 我记录 以前学过 我想当年 欺负科科代表 干部科代表啊 呃 动能转化 啊 是能转化成动的 那你看是吧 我这可以有造势啊 好 一分钟 来到了这个boss啊 第一关的boss呢 是一个这个会起跳啊 会扔飞刀的一个大狗 好 咱们在这里 把这个大狗呢 直接给他啊 狂砍 然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飞刀呢 是可以被中和的 这样呢 利用15秒的时间啊 砍倒了第一关的大狗 咱们这里呢 继续 再往前 今天的近日系略大 因为呢 正好呢 下边呢 挡着一个这个 呃 游戏里边呢 老上下颤的 那么一个东西 OK 咱们来看第二关 第二关这里呢 增加了天上飞的 这个小鬼 啊 魔鬼总动员吧 是吧 这个呢 连咱们的主角 带这个怪 全是魔鬼 之后呢 上来啊 这是这个 奶酪成精了啊 之后呢 跑的奔跑之中的 这是狮子狗 咱不来一趟 只打前面的怪 背后这里呢 顶咱一下 但是呢 也不耽误咱们 跑路的时间啊 继续往前冲 冲 再冲 之后呢 来到了这个 燃气道上 之后呢 这是蒸锅 我平时主方面 就搁这锅 好 这位置呢 有一堆大桥 带着这个桥蛋啊 咋咋了 但是都不影响啊 就是跑 这怪得杀一杀吧 这怪如果不杀的话 会这个 呃 卡针 不是会丢针啊 会导致呢 屏幕上有卡针效果 因为呢 这个当年啊 FC啊 这个游戏 小霸王是吧 俗称的小霸王 他这个游戏级的 这个性能呢 还不是很到家啊 所以说的话呢 经常会有卡针效果 之后呢 第二关的Boss呢 在电影箱之间作战啊 电影箱里边呢 这个Boss呢 是一条傻狗 你看是吧 他只会快乐的奔跑啊 像呢 一个快乐的小RB 咱们这里呢 追着他的屁股后边 一顿这个半月斩 拿下了 是吧 会野蛮的战士 没打过会半月的战士 不就是快乐的小RB吗 好 那第二关结束啊 咱们呢 继续往前冲 来了啊 游戏的第三关 这里呢 出门呢 先又吓跳啊 然后呢 无限下词 吓到这个 能往右走的时候 再往右跑 之后呢 卖雪 往前冲啊 之后这正好 吃两口加雪 你看是吧 雪量上的计算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然后呢 天上的大桥也不管 背后呢 落下了这个 千万一过的这个 高尔夫球啊 也不管 好 因为它消费不起啊 对吧 OK 咱们里呢 继续往前走 哎 卖 走 吃山加雪 好 搞定 过后面 这位置呢 是直接是往前走啊 不用管它 从多高掉下来 反正呢 咱就往前冲就行了 把这个杆呢 拉到屏幕的最右边啊 这位置呢 是这个下水道啊 下水道里边呢 冲出来这帮 这是乞丐狗啊 一副乞丐 一副乞丐打扮啊 不过呢 咱不管它 咱们这里呢 就是冲 你看是吧 大神的速冲啊 粘住前盖 往前冲 人家冲啊 冲不了了吧 又到了一个 众生平等的地步了啊 这个地方呢 大神跟我玩的都一样 他这里呢 踩到了这个平盖之上啊 然后呢 等慢慢漂流过去 这地方没有怪吗 我小时候 怎么记得这有怪呢 哎呦 这很极限啊 在这个能啊 二段跳的时候呢 是接第二段跳的 虽然说不是最极限啊 但是呢 依然可以了 这款的boss呢 是章鱼 选择了卖血战术啊 就是输出啊 因为一跑 对吧 肯定 耽误输出 所以说呢 直接卖血 一波三滴血卖下去 搞定了这头大章鱼啊 是吧 相信呢 你小时候呢 打这个boss一定是 打打 躲躲躲躲躲躲躲 但是呢 像他这样 勇往之前的 可能是没有 OK 咱们呢继续啊 游戏的第四关啊 State 4 Toying Completion Play 就是这个城市里边的公司 好 这里呢 各位翻译完这个英语之后呢 咱们看 这是上铁丝网 然后往左走 之后呢 躲过这帮红狗 再跳 啊 这关呢 是这个在蓝箱技巧打的 关底呢 是一个蓝箱校长 好 这里呢 直接上这个 钩鸡 这位置我记着 天上有这个 会飞的墙 哎 有他们啊 会阻碍咱们 咱们这里呢 只需要这个左右 A就行了 因为这个玩意儿 怎么都不影响咱们前进的速度啊 所以说呢 出刀就可以了 OK啊 快要到地了 过了这个悬崖就快到了啊 来 直接卖水 跳过去 再跳 卖一鸡血 跳两地儿 吃一口血 卖一口血 再往前跳 你看到是吧 顶着屏幕跳啊 这大臣的操作还是可以的 OK啊 下来之后呢 鸡血 你看到呢 他这个跳跃呢 很极限啊 基本上呢 都是一个极限位置的跳跃 再来 哎 上梯子 这里呢 二段跳 再躲一个小鞭 再上 再躲 再上 继续 他这个边往前跳 边卡不行吗 这小鞭不是一下子吗 他这个往后跳一步往前躲的 肯定会慢呢 我不太清楚啊 这小鞭应该不是一下子 一下子的话呢 他边往前跳 边出跳刀应该是几块的 这里呢 躲过狮子狗的喷火 卖一滴血 卖一滴血 连躲俩狗 再卖血 他这下应该是想砍没砍着 这下不想是卖血 好 那么呢 再往前走 就是本关的boss了 蓝箱小掌就快到了 这个位置呢 继续众生平等啊 所以说呢 也不用着急把路了 就这么砍就行了 把这帮呢 据上这个背狗 直接砍死 把他活 OK 这梯停了 这里呢 是为了抢时间啊 所以说呢 赶紧往前走 卖了一口血 好 来了 蓝箱校长登场 这个位置呢 天天在勾击之上 疯狂砍的 拧走之前 要砍的一个跳刀 从左边来的 这位置呢 直接选择卖血啊 排输出为主 然后再来 走 这里呢 先砍两刀 这位置呢 是属于卖了一滴血 因为他这个勾击啊 你这个 不光这个boss撞你掉血 勾击撞你掉血 所以说的话呢 为了这个能尽量的输出 卖血是很必要的 这样呢 七分钟的时间 拿下了游戏的第四关 咱们来介绍前看 游戏的第五关 来了 好 第五关呢 是一个株林场景啊 出门呢 直接是躲地下的 砍天上的 完整 没有什么问题 你看呢 是吧 大概啊 我目测 屏幕上有同时存在 五个兵的时候 这个游戏就开始卡了 好 这里呢 直接越过大河 往这里砍一刀 再跳 然后再跳 好 看上那个螺丝钉子了吧 那果然 OK 这里从底下 直接跳上来 孙道的卖了一滴血 你看这吧 这个虾血呢 没在乡 OK 这里呢 直接一个二段跳 水地 刚好啊 这个角落 多角点找的非常好 正好是这个 两个大狗之间 这个位置呢 卖了一滴血再过来 再把这滴血补回来 然后继续往前冲 螺丝钉捡起来 这个螺丝钉呢 一下子能拍死一怪啊 很多一刀 砍不死的怪啊 用这个螺丝钉呢 一下子能拍死 这里呢 往下扔了 来 扔一扔啊 杀一杀这个小狗 因为呢 这个小狗呢 在这个屏幕 这个地方呢 不太好搞 另外呢 就是他扔这个骨头啊 扔那个 用这个螺丝钉啊 一次性的一打二 这是偷窥狗吧 铜和装铺子进来的 应该是在偷窥 这位置呢 直接卖血 你看这吧 屏幕上五只怪的时候 感觉就开始卡了 看来我这个感觉并没有错 这里继续跳 好 来了 咱们来看这关的boss啊 这关的boss呢 是五个鬼 五个大鬼 然后呢 只有一个鬼是真的 所以说呢 开局呢 你就得找 找哪个鬼是真的 这位置呢 直接找到了左边的鬼 左一波 跳砍 再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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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着砍 连砍三刀 非常漂亮 之后呢 继续右上角的不是 好 右边的搞定 可以看到呢 杀这个女鬼的效率 已经非常快了 只不过呢 略有可惜啊 第一波的时候呢 没有直接找到 女鬼的真身啊 要不然呢 第三波 它是飞不起来的啊 这样呢 少一波飞的时间呢 大概还有个两三秒啊 这个就是运气了 因为这个玩意 你也认不出来 是吧 OK啊 咱们呢 继续往前啊 看第六关啊 标题写的是 拉斯的白头啊 最后一次白头 好 这里呢 是这个 大蜥蜴啊 咱们把这大蜥蜴砍死 然后接着往前冲 走一朵水滴 卖一波血 还卖吗 还卖血 因为这个恐龙啊 这个 哎 这是恐龙 是蜥蜴是恐龙吧 妈的 我认动 居然还能认错 这个恐龙的话呢 需要砍三四刀 才能砍死啊 所以说呢 这种情况之下 是吧 你可卖一滴血 这位置呢 没有选择卖血啊 而选择呢 第一次头 第一次头啊 看来是卖不起啊 这个 丁丝的频率 有点快 好 往下冲 哎 这是七美拉 这个我认识啊 这是七美拉 我以前玩魔后生骂的时候呢 让这个怪垫的 别提了 不要不要的 这玩意我认识 好 咱们往前看啊 这个最后一关的这个白头 每个怪呢 都得白一白头啊 后边这个牛头怪 你要是不玩啊 哎呀 他真的滚了 怎么干什么 你要不玩 你就滚了 他还真滚了 那咱们来看啊 这里呢 马上是每个boss推一个呀 这就是最后一关 哎 这小兵出这么多干啥 那小兵出这么多都会整混了 你看这吧 这小兵有必要这么一边一边的出吗 感觉没什么必要 好吧 全都砍死 OK 这里呢 继续躲过大恐龙的喷火 哎 你看他恐龙散点 他都知道 好 这样来了啊 第一关boss登场 大飞狗 还没到 我的天 就是当地有这么磨叠吗 我记得过了场景 吃完加水 就过了个电梯 你看我记得好像是吧 有点印象 虽然是这游戏呢 小时候玩的 好多年没玩的 但是多少还沾点印象 OK Eboss带走 继续往前挣扎 还下一层电梯 到那个野蛮冲撞了 快乐的小傻狗 来了 这位置呢 直接先弹五招 然后呢 这个每一次的跳跃 再砍两招 躲对面的一个冰霜攻击 继续输出 搞定 OK 继续呢 三boss 校长来了 哎 三boss是铁板鱿鱿吗 我以为是校长的 好 这里呢 打铁板鱿鱿呢 依然是老套路 卖三级血 三级血战术 红国斯 你看这吧 他这个三级血战术呢 正好呢 在这个鱿鱿 下潜之后 下潜之前 给他带走 然后来了 校长来了 OK 这里呢 直接来 充分跳杆 好 左边过来的 砍一刀就跳 左边过来的输出很低啊 右边过来输出很高点 上边过来输出是最高的 这里呢 剩一滴血了 要死了 卖了一下血 然后来看 这跟他上面出来 输出是最高的 而且呢 上面出来呢 他往右撤 你不用躲 非常的得 这里不能再卖了 再卖凉了 好 这让校长先当了 咱们继续往前走 十三分半 该有一口加血了吧 还没有 得打完这个女鬼 得打完女鬼才有加血 打完女鬼之后 打雷神 女鬼登场 咱们来看 出门呢 先跳 好 这里呢 第一时间找到右边的boss 砍足够多的刀数 跳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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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的话呢 如果第二波猜的准啊 应该是两波就带走啊 坏了 两波带不走了 这家伙 还是在那个位置 这个玩意也是 该说一般人 一般人可能 按照概率学来讲 上次是那个位置 再次就不找那个位置了 第三次居然还是那个位置了 好吧 那这样呢 三次带走啊 这个理论上是可以两次带走的 结果呢 两次都没判断 这样呢 吃完两滴加血 来到了这个boss 雷神 宙斯 踩跳 卡 再卡 好 这样呢 可以看到了 一两刀为单位啊 好吧 失误了 一两刀为单位 出来砍两刀 左腕砍两刀 这样的话呢 就把这个雷神拿下了 这里呢 是卖了一滴血 那看来呢 感觉自己的血有点多 看来卖一滴 反正不卖 乖不卖啊 什么大量死的IP 搞定了 搞定了这个雷神 然后呢 是一段这个过场动画 可能呢 当年啊 好多人玩到下边的过场动画 直接就给这个游戏关了 或者从开 开别的游戏去了 因为感觉通关了 是吧 其实并没有啊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把这个 你把这游戏机一关 你看是吧 它这里出了个字啊 很像通关画面 就是有Defit Defit的Ur 就是你刚才把这个 雷神给干掉了 你现在就是宙斯了 你一统天界了 大概就这个意思吧 之后呢 好多人呢 以为配合这个动画 就通关了 是吧 都回大看电视 休息去了 谁不以为通关呢 但实际并无然啊 这个电视机 还真是这个最终的boss 好 咱们来看 电视机里边呢 出一个大兵 大兵呢 跟你哈哈哈哈 那你能忍了他吗 别哈哈哈哈了 咱干就完了 好 准备进入战斗状态 这小子打就打 咱不能BB呢 怎么 好 来了 准备看这啊 这才是战斗的最终boss 可以看到呢 咱们的血量也回满了 然后呢 就坐电视机里 这个人就行了 这个大兵呢 就会这两招啊 一招这个绿色的激光眼 然后另外一招呢 就是招两个小弟 所以说呢 咱们这里呢 就砍的就行了 因为咱们的血量也够 五滴血是吧 也能卖 所以说呢 压根就不考虑躲 你看是吧 每次出的小兵他都不躲 因为呢 在我方血量用完之前 死的一定是他 对吧 好吧 这里呢 感谢咱们的神秘大神 带来一个MC 魔物总统员一个速度 我是本期节目 拜拜 拜拜